比如我今天希望 在公讀记录里面 把这个公讀记录 通通把它select 把它查询到 Excel里面该怎么做呢 那它非常简单 你要记得 Table 它是Table名称 打开来的话有几个栏位 有四个栏位 那如果你四个栏位的话 你要把它select过来的话 第一个 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VBA里面 就是select的所有from什么呢 如果你不下条件的话 你就直接把那个 公讀记录这几个字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打上去就可以了 比如说要把这个select from 公讀记录就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去run它 保证一定可以把它run出来 比如说我这边 很简单的把这个先删掉了 公讀记录点下去 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只要什么 公讀记录 因为它有四个栏位嘛 那如果说我不要 我只要有四个栏位的资料 我只要 你想说老师 我不要这么多 我只要 我只要姓名跟时薪好了 姓名时薪 这两个栏位出来 那其他不要出来的话 那怎么改呢 其实也很简单 你就把那个VBA里面的select 所有这个说 所有的是所有的栏位 那你就把它改什么 改姓名时薪 那这样子出来的话呢 就会只有是姓名跟时薪 这两个栏位而已 这两个栏位而已 姓名 然后中间加个斗点 斗点 记得要办形 时薪 那这样特别就是名称不能错 那如果你要确定是不是有没有错 你打开来看一下 姓名时薪 姓名时薪 OK之后的话 我们来run一下 那我们把这个旧的资料呢 把它清掉 把它清掉 然后再把它执行一下 看看是不是只有两栏 OK就两栏 这个宽度控制是你自己VBA本身的 这个VBA本身的 那个Excel里面的控制 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时薪什么 哇他的时薪这么高 OK 好像台湾有个统交 台湾的时薪一个小时 平均好像200出头吧 日本好像真的就是都我们很多倍 好像时薪 差不多是时薪八九百的样子 韩国好像会比我们更高 以前我们还笑韩国 那现在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查这一千块以上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我要查了两个栏位 然后后面的话要加上时薪 它大于一千的才显示的话 那再来怎么改 也是一样 存在的所有from哪个table 对不对 后面的话加一个will 好吧 你就自己挡上一个 справ 好 我也不可以